宜兰发生惊悚车祸 硬驾驶开车违规闯红灯 结果高速撞上左转货车 导致货车当场翻覆 转了好几圈才停下 红色轿车也受损严重 车头全毁 肇事驾驶轻微脑震荡 全身有多处的擦错伤 另外花莲一辆货车 满载几百箱的感冒糖浆 疑似转弯车速太快 感冒糖浆瞬间喷飞洒满地 也造成交通受阻 十字路口一辆货车绿灯准备左转 突然一辆红色轿车闯红灯 高速冲过来 瞬间两车相撞 货车遭受冲击 当场翻覆横躺在地 还转了好几圈才停下 货车侧翻倒地 造势的红色轿车更惨 车头全毁零件四散 车门扭曲变形 可见撞击力道有多大 警醒瞬间发生在21号下午一点多 宜兰苏港路和新泰街口 22岁夜性驾驶开着红色轿车 行进路口时违规闯红灯 撞上准备左转的货车 猛烈撞击造成货车驾驶 全身多处擦措伤 夜性驾驶则有轻微脑震荡 紧急送医 索性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还在留院观察 比性驾驶酒色值为零 夜性驾驶因伤势较为严重 待医院抽血检验 另外在花莲则是有货车 疑似转弯过快 重心不稳 几百箱感冒糖浆瞬间喷飞掉落 玻璃瓶声也硬声破碎 整条车道散发浓浓药味 警方获报赶紧现场指挥交通 清洁人员也来协助排除 而这一名流行司机 一早从高雄出发 载着约600箱感冒糖浆 要送往花莲市区 却在半途中出意外 一度造成交通受阻 幸好没有车辆被波及 不过司机没有固定好货物 也会被依法开罚 记者宜兰花莲综合报道